各位,我網上有同學看到英、美、法、聯軍寫飛彈去敘利亞 因為敘利亞的總統利亞使用法國武器對付自己的平民 這件事是我的看法有幾點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這是沒有證據的 到目前為止,所說L.I.S.E.T.用化學武器對付平民 是由網上未經證實的圖片所傳出來 這些圖片在俄羅斯已經說 其中一個片中被化武傷害的小孩 現在就找到了 這個小孩就說他從來未曾被化學武器感染過 只是被人拿去做演員 現在就說這段影片的小朋友的延伸說法 將會在聯合國安理會播出來給大家看 讓我們看看 這是第一,在沒有證據之前 於是發動了火飛彈的襲擊 這件事可以說是一個侵略性行為例 換句話說,英美法犯了在戰爭的人權方面的罪行 這幾個國家的領袖 當然現在就沒有辦法把這幾個戰犯捉去審 因為他們的國家強大 戰犯永遠都是 打贏就是皇帝,打輸就是奴隸 現在他們是有軍事力量在守護 所以這個不會觸到的 所以這件事不會有一個真是知情的 不可以知道的了 但是從歷史上我們看到幾個事例 那就是全世界用核武器 去用真是用的 只有一個國家,就是美國 他扔了兩個原子彈在日本那裏 這是第一 第二,用核武器最多的國家 也是美國 那時就是在打越戰的時候 我們知道越戰的起因 也是來自一個叫做Forset 即是說 他就說他有一隻船 是被越南的巡邏艇發射 襲擊 現在在解密之後 知道這件事實在沒有發生過 也一樣 好像盧溝橋事件一樣 日本人入侵中國 用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 於是就引致中日大戰 以及二次世界大戰 中日人被其他國家打了三年 因為日本人早三年入侵中國 所以中國熬了八年抗戰 從歷史這兩件事實 大家都知道 即是說 用核武器炸別人國家 只有一個國家做過 就是美國 當然 有沒有其他例子 我們未見過 第二 用化學武器 用得最多的國家 也是美國 因此 我們也看到一件事 其實在美國方面 他本身內政問題 有很多的原因 是引致他們希望 在世界各地動武 因為 你動武 這些飛彈 就是超過百萬一支 一百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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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支 已經是 幾億 因此那些製造商 自然就要賣回這批火箭 給軍方 所以他們會賺一大筆錢 而在背後 這些政客 是受這些特殊勢力影響 所以他們很樂意用這些 尤其是這些理由 第三點 就是現在我們知道 一個在洞浪地區打 是不是叫洞浪 就是某個地區 而在飛彈沒有很久 就是那個 敘利亞軍隊 已經搶回地盤 換句話說 這樣敘利亞軍隊 是沒有一個動機 去用化武 為什麼要用化武 我現在已經是贏著了 如果用了化武 就讓你們這些人 在外面 又會幫助反對派 所以他們是沒有動機 用化武 有動機用化武 反而是西方國家 他們真的想借一些藉口 去幫這些所謂反戰 即是反對黨 反對軍隊 搶回地盤 所以這個是第三點 那麼 第四點就是 敘利亞已經是經過 聯合國的化武 那些專家查過 他真的把他手上有的已經摧毀了 而這次襲擊 剛剛是在聯合國的專家 進入敘利亞之前的襲擊 那為什麼你不能再多一天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另外就是 在襲擊之前 他們通知了俄羅斯 當然會通知敘利亞 於是就是大部分的俄羅斯的東西 沒有什麼受損的 所以這次其實看來 似乎就是西方利用這個借口 去試他們的武器 那這個反而 體養的實力又更多 而且還有就是 在後面的利益衝突也非常大 因此我覺得現在這個世界真的很危險 尤其是就是 那些人可以指鹿為馬 很多時候把事實慢慢咬 那也都不說證據了 總之就是 我說你有就有 這個世界 可以這樣的話 就 真的很恐怖 所以就 答一答我的 老友 同學 拜拜